最近的天气起起伏伏也影响到民众捐血的意愿 为了解血荒台中有企业协会举办了捐血送鸡蛋的活动 前100位民众捐250cc就送一盒15颗的土鸡蛋 还有超市礼券捐500cc送两盒 果然吸引了不少热血民众一早就来排队 不只是缓解了血库血荒也解救民众加重了淡荒 一早天气微凉飘雨但捐血民众却大排长龙 原来是鸡蛋魅力太大 前100位民众捐250cc就送一盒15颗的土鸡蛋和超市礼券 500cc加码两盒10点不到就吸引超过100位民众排队捐血 的确就是这次有提供鸡蛋还蛮诱人的 所以才会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是在另外一区 我们跑到这边来捐血的 捐250但是好像刚刚有听到500可以有两盒 就还蛮想捐500但是就不知道可不可以 一次大概就是500cc捐三次 一年就六次 那每年都固定都会捐 都这样一直持续在捐 那当然是对身体比较好 而且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也顺便帮助别人 因为我也曾经开过岛 根据统计台中一日用血量平均是1800代 疫情解封后医疗用血量也提升 台中有企业协会就举办捐血送鸡蛋活动 鼓励民众晚秀捐血预计募得6万cc的血量 血库都非常的缺血 一直在要我们老百姓来捐血 又加上最近蛋价上涨 而且有的甚至跑了好几个地方都买不到蛋 所以我们就想到利用这样的一个两个议题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们鼓励愿意捐血的民众 然后我们也送他一个土鸡蛋 台中捐血中心表示 每逢下雨天气不稳都影响民众出门捐血意愿 目前O型和AB型血都低于安全库存 这一次捐血活动不只缓解血库血荒 也解决民众家中蛋黄 记者杨宗环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